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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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平安 聖經三分鐘又跟你見面了 我們剛剛開了兩個小時的車程 離開了菲律比 到達了鐵薩羅尼加 鐵薩羅尼加這個城市 是以亞利桑達大帝的妹妹 鐵薩羅尼加的名字命名的 當時他的父親打了腎臟之後 就把這個城市命名為鐵薩羅尼加 那這個地方在聖經當中多次被提到 保羅在宣教的旅程當中 他從菲律比用了三天的時間 旅行到了鐵薩羅尼加 在這裡傳福音他碰到很大的困難 首先他去到猶太的會堂 如果你看使徒行戰第16章 最後的一部分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離開菲律比 到達鐵薩羅尼加 到已經是使徒行戰第17章了 他面對的困難是很大的 但是在之後保羅在當地建立的教會 這個教會是保羅非常喜歡的 因為他曾經在哥林多後書八章九章 特別稱讚馬其頓的眾教會 其中就包括鐵薩羅尼加的教會 因為這個教會非常有愛心 非常樂意奉獻支持保羅的行程 所以他在聖經當中 有兩卷書是以鐵薩羅尼加命名的 鐵薩羅尼加前書第一章 他曾經特別稱讚鐵薩羅尼加教會 是非常非常使他的心理得到滿足的 他稱這個教會的是 因著他們的愛心所做的功夫 因著他們信心所承受的 也因著他們的忍耐所盼望的 這些都是讓我們看到鐵薩羅尼加 是保羅非常喜歡的一個城市 也是保羅非常喜歡的一個教會 今天我們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是否也有同樣的一個信心 就像保羅在鐵薩羅尼加前書一章第三節 所特別提到的 是有在我們傳福音的道路當中 不關不當乎言語 也在於全能跟聖靈 並信心所成就的 我們在傳福音的工作當中 我們是否有信心 有聖靈全能 也是有愛心 今天我們在這裡就重溫保羅的故事的時候 我相信對我們每個人都有提醒 上帝祝福你